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常每周五》 我是沈梅琪 大家好 我是戴班曾时平 曾姐 那个11月8号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 然后那天晚上听说这个纽约 各个街道的这个受欢迎的酒吧 都已经被订满了 因为可见的很多美国人 打算在投票选情之宴去大喝一场 大喝一场 然后就庆祝一下 他所心目中的那个人 得到了这个赢了 但是我特别担心就是 有没有两派的人在一个酒吧 那这样子就有点危险 对 可是其实我跟我的朋友也约好了 就是11月8号要出去喝酒 但是我不是要庆祝 我支持的候选人当选 或者是说我不支持的候选人当选 那我要发泄一下 不是我是要庆祝这个可怕的选举终于结束了 我是觉得那天的警力应该很多很多 然后那天也可能有人喝完酒 他会酒精充脑子 然后他就不那么冷静 一定会有不冷静的出现 因为这个选举无论谁当选 无论这个票数怎么计算 总有一派人就是死党 就是川的死粉或者是西的死粉 他们会很激烈的表示 那个前两天不是都有那个某地的 某地的民兵拿着枪就上街了吗 说如果他不当选 特朗普要是不当选 我们就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挺考验 我们媒体记者的一个胆识的问题 通常说哪有大事发生 就哪有我们的记者 但是我觉得真的不够安全 那个时候是很危险 我为什么这次说 这个这次的选举是可怕的选举 很重要一点就是 您会发现 平常老实说 我在美国二三十年 看过这么多次的选举 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地方选举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 像这一次特朗普跟希拉里选举 这样子这么的意识形态相对立 这么高涨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 三权分立的国家 你当了总统 你说实在也没有 有多大的权力 权力其实不是太大 对你的司法权 立法权都不在你手上 还有国会 还有法院的 是啊 然后你说说穿了一个美国总统 他能干嘛 他顶多就是在外交或是军事上 他会有一些执着的权力而已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这一次大家的 搞得好像是势不两立 我觉得 我觉得这次两次的 两个候选人都瑕疵 都有瑕疵 首先就是共和党的特朗普 你根本就 你在党内的支持就不够 大家都觉得他有点奇葩 然后呢大嘴巴什么都说 然后说实在的 他跟正统的美国政治政客 咱说政治家有点美化他了 美国的政客是真的是格格不入的 那反过来就说 希拉里越来越多的这个证据显示 它是有毛病的 我觉得不管谁当总统 这个瑕疵都存在 都不可能去说 我当总统了 这些就不用调查了 我觉得都不会 那反过来就说 我觉得这次选举让人家觉得 我是觉得我原来想 看看到底怎么样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他比奥巴马那一次要 要脏得多 应该这么说 那个媒体的渲染 媒体拿着人的这个 道德品质来衡量 不是用政治来衡量 不是用能力来衡量 我觉得这个媒体拉偏价也是奇葩 所以最后我有点真的是 我觉得爱谁谁吧 不看了 我烦了 而且我相信很多很多人 烦了 你没完没了 弄一些十几年前的女人出来 我觉得有点恶心 真的很脏 对 而且最主要是 其实有很多议题 这两个候选 你仔细看 他们在三场辩论会里面 都没有深谈 特别是那个 奥巴马care这个东西 对 这是人们最关心的事 是 因为他这个 奥巴马care的保费要涨了 而且一涨都是涨20% 25%这样子 那所以今天其实有很多媒体 都有在报道 就是说我们 与其是特朗普 还是希拉里当选总统 我们更关心的是 这个健保制度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弄 我前几次我就说了 其实你说同性恋 堕胎 我真的不是很关心 这是他愿意就好 但是奥巴马care是 你不愿意 你也得要 你也得必须买 而且是从去年的 百分之四十几上升以后 今年 明年 又上升27 我觉得买过的 或不买的 或公司的小业主 我们都是要愤怒的 因为真的拿不出这个钱来 直接关系到我们民生的问题 我们的经营的问题 对啊 所以就有很多受害者 奥巴马care的受害者 他们就寄望 能够从特朗普的政纲 或是他辩论里面 听到一些 他对要改革 或者是废除奥巴马care的一些政见 也都没有 好像有一篇文章说 他说他当选以后 要废除奥巴马care 但你取代方案是什么 对啊 你得有个到 或者是你全部恢复到原来 你有一个措施才 让人家心服口服 这次的就是 你攻击我 我攻击你 你攻击我这个老婆 我攻击你丈夫 我觉得真正的让老百姓知道 你上台以后给我们带来什么 没有人说 而然后现在就 就你刚刚说的 绿卡都去投票 他们怕什么 那就是 我觉得是怕非法移民了 对 那你说除了这个移民的问题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奥巴马care 其实这次次的这个总统选举当中呢 你仔细看看这个希拉里或是特朗普 他们两个人在其他议题上面的政见 也都并没有很详细的琢磨 那更可怕就是媒体呢 应该负责这个算是就是为大家一般选民 说明这些政策或是这两个候选人政纲的这些责任 他们也都完全没有尽到 然后上礼拜呢 我在想媒体之所以没有这样做 除了因为他们要 你知道有些政策是太艰深了 大概跟很多这个选民讲了 你也听不懂 对 所以他干脆就取巧的方式找一些选民 比较容易懂 但是我不是完全责怪美国媒体 这种报道的方式 因为说实在的很多时候你选总统 你也知道美国总统他权力有限 你真的选他来执行一些政策不太可能 所以你会选你是不是相信这个人 是不是喜欢这个人来当总统 那上礼拜呢 其实又爆出了这个跟希拉底 诚信有很大的问题的一个新闻 就是维基解密啊 那个阿桑奇啊 他竟然又破获了这个希拉底 他们幕僚里面的 有关于克林顿基金会的这个捐款人的事情 就是说希拉底在2009年当国务卿的时候呢 他事实上收了卡达尔政府100万美元 就为65 他们65岁的这个生日的赫里 对 然后还有一个1200万的沙特的捐款 我觉得 还有就是沙特的国王的儿子 竟然是克林顿基金会的董事 他们都是ISIS的支持者 觉得很诡异啦 这个 我觉得您刚讲媒体 我觉得媒体呢 拉偏价 这次让我真是看得太清楚了 而且呢 以前我都在给很多人讲说 美国的教育我们的这个是 媒体是公开公平 透明 然后是中立 但是这一次几个大媒体 那简直就是拉偏的 岂有此理了 但是忽然间 当FBI这个再审查的时候 哎 你就发现 它又转向了 这个风又变了 新闻也好 纽约时报 也好 又开始头板登 新拉里的事 我觉得 也得太强投草了吧 你要支持 你就坚决支持到底啊 估计他们还是有点担心 万一对方上台了 我会怎么样 他还是有的 我觉得这个不对 你应该秉承着你的这个 公正 公开 透明 这种方式 这你 每个人在美国要上学 都是有这种东西的嘛 你从一开始一进入学校 老师就灌输的给你这个 然后你进入到媒体 媒体上那个 我印象中在福克斯 那个大楼里挂的那个巨幅的 那几个字 我觉得 挺感触的 我觉得 比我们以前见过的 要不一样嘛 就是 没想到这一次 我发现不行 他们真的不是中立的 但是老实讲 媒体也是人啊 他也是有七情六欲啊 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所以你说媒体要公正客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迷思 我们早就应该破除了 我之前认识的一个美联社的记者 也是挺有名的 是美国记者协会的一个理事 他就说 曾经说 我不投票 因为我是记者 如果我投票 我会干扰我写的东西 我觉得他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 他真的是受到这种 公正公开透明的这种教育 然后他一直这么走下去的 所以我一直跟人说 美国的记者是中立的 军队 警察都可以投票 但是因为那军队和警察 都是属于政府的机器嘛 但是记者来讲 你写的每一篇 不光是代表你的这个想法 还会影响很多人的想法 其实我以前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 我学的是新闻系的专业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很多教授 就已经很直白地说 其实objectivity 就是客观 是我们新闻记者的一个 一个殿堂 这个殿堂通常 很难登上去 通常就是在你所有的 这个职业生涯里面 它就是高高在上 你要往那个方向前进 但是你谁能够进的那样的殿堂 进的那个殿堂 能够坚持住在那个殿堂里面的人呢 其实是寥寥可熟 估计那都是神话了 神话其实就是目标 其实就是个目标 但是我希望就是说 你别变得那么快 你上个礼拜还使劲攻击对方的 这个礼拜又开始把希拉里的 这个东西都头版头条出来 我觉得让人更 就是让美国的老百姓 更觉得你这个可信吗 你确实失去了一个信任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美国媒体它可能也 嗅到一些讯息 就是说你真正支持川普的 这些选民呢 他们其实并没有在传统媒体上面表态 对 对 因为 他这个民调不准 对还有就是说川普的形象 我们都知道不是非常好 不是以前过去那些共和党候选人那种 讲话会自自斟酌啦 然后出口成章的那种 所以他们反而会觉得说 搞不好 愿意站出来表态说我支持川普的人 并不多 但是你不能从这些显性的支持者里面 来断定川普会输的这场选 我所知道的 好几个我认识的人就不说 但是他支持 川普 对 共和党 马上班好了 我稍微略略有点担心的是 下面会怎么样 这个公布了选票以后 那如果说有瑕疵的希拉里 赢得了这个选举人票 待会咱们把这选举人票讲一下 如果他拿到了这个选举人票 那他的问题还是不是问题 然后呢 FBI还要不要再去调查 那调查以后还要不要处理 然后如果是涉及到国家机密 和涉及到收这个基金会收了很多这个钱 那算不算腐败 在美国这个罪很重 那最后法院要处理吗 检查官要检查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不可预测 他另外就是说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当选 对 如果他当选 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这些都不用烦恼 因为美国的法律就是总统有这个免责权 免责权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他今天拿到他的泄密 或者是怎样的话 那那一方 我在想着就说 特朗普他就这么掩其稀谷 就这么善罢甘休 我觉得好像很难以他的这个性格来讲 然后呢 有没有他拿到更多的证据 去发动一个更厉害的弹劾 或者是怎么样 这早我不知道他的证据有没有那么强 然后呢 他那边 特朗普那边 也不是就比如说咱50和49 51和49 那微弱差别 那这样的话 那一帮就是 特朗普的支持者 咱说死忠的这帮 前两天不是新闻都说 他们拿着枪上来了吗 上街了吗 我觉得会不会给美国造成一个分裂 而且说实在的 如果人家们拿这个希拉里的这些东西 来对他的忠实的支持者说 那你们认为这是什么 这是应该的吗 我觉得正常的人都会说不应该 起码你收钱不应该 第二你的电邮 你这个电邮门 要怎么解释 你也得给大家一个解释 你就算是进了白宫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说法 否则 那个特朗普 他不会那么 我给你打电话 祝贺你得了 进了白宫 我觉得 他有那么高峰亮节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以他的性格 他可能不太容易 其实如果希拉里真的被发现 他有这个上权辱国的这个事实的话 那么我想能够治疗他就是国会 国会就是要举行弹劾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那么他才有可能受到司法制裁 但是问题是如果弹劾希拉里的这个行动 是由特朗普发起的话 那么肯定不能成事 因为你也知道在这次选举当中 特朗普跟共和党的那些议员 搞得并不是很好 所以那些议员会觉得说 我干嘛来帮你 这个当你的枪手 帮你出这口气 人家说是在的 你就是谈了希拉里 特朗普也没戏 因为是那副总统上 就不会是他嘛 他只是说 他需要不需要 那个往死里头去整他 他需要不需要 这个付出跟收获是不是成正比 你不成正比 你值吗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国总统 这个大选这两个人 说实在瑕疵都蛮大的 都不是一个理想的总统的候选人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理想的候选人 再一个我还有点谈心希拉里的身体 他能不能撑得过这四年 因为那些东西保密的 对吧 那他进了白宫 是不是就不保密了 别人可以看见了 或者是你要公开给你的选拟的人 那我觉得 电邮随时都害了 他那个东西不一定 你想保密保不了 你刚刚提到的是这个希拉里 如果当选的话 大概会造成什么样的改变 那我来讲一下 这个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会对美国会有什么改变 首先川普说他要把联准会的主席叶伦给换掉 因为他对叶伦很多财业税的政策他很不满意 特别是叶伦在很多税收方面他都要提高 那川普他就一直强大说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要把中小企业的营业税从35%降到15% 这个是一个20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然后那些富人缴的税他也会降低 现在美国最高的税要缴到39.7 那将近40% 那他说他如果当选的话 这个马上砍立马砍砍到20% 所以这个就是特朗普如果当选 会带给美国老百姓 有钱的老百姓最直接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对公司是有好处的 就是富豪的我就不予置评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这样 对公司的经营是有改变的 然后呢但是他当选的话 很多美国周边的国家 包括欧洲都不是很看好 所以你就是这次选举真的 again就是你要选什么 你要选远处的利益还是近处的利益 你如果说要选这个美国在未来10年 20年甚至50年 他的这个国力都能够不动摇化 其实川普的很多外交政策 并不适合适用于美国 但是他说了让美国更加强大 返回强大 他是这么说的 现在有人说他的意思是说 让美国的白人更加的强大 反正现在这个种族族裔之间 打得还挺热乎 我觉得这应该归绝于这八年的这个总统 在族裔的问题上没有 你身为一个黑人总统 你没有协调好 这个让那个族裔矛盾更加尖锐化 然后说实在的警察执法应该说了 我怎么执 他会有一个担心 然后呢就是 反正在族裔怎么矛盾 都轮不上你华人说话 因为你华人太小 然后就变成这个治安法呀 什么这些东西 对华人直接的冲击 我觉得加州的人 还应该更关心咱自个儿的地儿吧 要不你那个47 57 62 你这些加州的这些法律 要都通过的话 什么轻罪不抓 这个死刑废除 学生上学 华裔的你就是成绩在好 你也得照顾族裔 我觉得这是直接关系到 我们华裔的一个自身问题的 你必须要表态 这个比你选谁上总统 总统的权利 其实就刚才咱们说的 不是那么大 只是好听 对还有就是在美国的 这个每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为什么会那么受到举世瞩目 就是因为美国的总统大选 他跟其他民主选举的国家不太一样的制度 就是他是有选举人来选这个总统 所以说我们11月8号 虽然每人一票投下 你的这个选总统的票数 但是真正的美国总统 是由谁来当选 要到12月16号才会知道 因为这段期间 选举人的票 对 选举人票就是说如果这个要到了270张 你才能赢 但是现在不是这个预测 各种各样预测 什么专家啦 什么学者啦 包括木迪公司啦 包括还有那个神 还有动物都在预测 什么上天哪 神哪什么 都觉得这个希腊里是多于特朗普的 这个我不知道这些你信还是不信 我觉得最后就是看这个选举人 你手上这一票 你这一票你是谁选出来的 老百姓 当然我们怎么说 老百姓你选的再多特朗普 你可能没用 这个或者你选的希腊里也可能没用 为什么呢 这选举人我拿着这一票 加州55张票 我有30个人选希腊里 你特朗普没洗 那选希腊里这30个人 那你下来 如果说你的民众投票都不投你了 那你就有点冤 其实这总数538张的选举人票 它其实就是在我们投票之后的一个月 它才会出来 但是很多人现在都对这个美国选举人票的制度产生反感 最主要是他们觉得你如果真的要体现民主的话 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票都 我的一票就是一票 不是说我那一票到你这就变成你那一票才算数 我的一票不算数 那其实对民众来说 你就号召大家去投票 投完了你说不算数 就像那年的那个小布什跟高尔的那个佛罗里达一样嘛 就是民众的投票是高的 但是不算数 如果我得看那个算那个选举人的票 那你还要民众去投什么 那就别投了嘛 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还在那说 大家8号不要忘了投票 我觉得好多人可能不投 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为什么你如果这个真正的是总统谁当选 是由选举人来选举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普选票为什么还有存在的意义 很多人是认为说 因为共和党跟民主党 他们要知道未来选举的时候 他们的策略要怎么制定 就是 看你这个 譬如说加州你是支持共和党多 还是支持民主党多 所以普选票对他们来说有这些意义 从大票仓来讲 这个德州和加州是 还有凤凰城 这个亚利桑那 那就特别明显的对立的 但是如果说我觉得这些投票人 选举人就是刚才讲的 如果你完全是根据党派 或者是你不顾民意 那你下来可能有问题 事实上这些事情以前也发生过 发生过 对 就是说你今天的普选票 其实支持了举个例子希拉里 但是你选举人票 他竟然是投给特朗普 还屡见不鲜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说 一百多年前两百年前 制定这个选举人票的制度 选举制度其实早就已经不合适 也应该有点改进吧 咱不说取消 但是你要改进 如果说它不是很合适 或者是怎样 不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